哇 單書很有想像力耶 謝謝老師 我的呢 晶晶畫得很寫實耶 這麼多色塊 真是豐富 真的很豐富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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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到這邊結束 到這邊告一段落 各位同學等一下 利用下課的時候 欣賞一下旁邊同學的作品 我們下一節課 要來選幾個作品來當 教室佈置 我們應該可以游吧 加油 那你們慢慢欣賞 慢慢討論 下課囉 拜拜 快完成了 拜拜 我的完成了 這麼多色塊的拼接 很有創意 大家一定會選我的吧 來 我看 我看 真的嗎 是滿不錯的啦 不過 你不就是把所有顏色的色塊 停上去而已嗎 對 就是印象派好嗎 那你看我的 我的有很多不一樣的花種 陽光又可愛 很適合當教室佈置包啊 還好 不然 叫 叫晶晶來看 趕快 晶晶來 我很想看你們耶 我來看 我來看 你來學 妳來學 好 我現在看苔苔了 漂亮 對 對 我的天啊 好漂亮喔 小福太厲害了 對不起 苔苔 我會選小福的 妳不懂啦 瓜瓜就不像妳 她一定會選我 瓜瓜 妳看 我畫完了 怎麼樣 我看一下 苔苔 妳畫得很好耶 而且我剛剛發現有一點 我好有默契喔 對啊 超有默契的 我知道了 我們這麼有默契的作品呢 就可以把它貼在門口啊 你看 一個貼左邊 然後一個貼右邊 好看 美麗 哇 漂亮 你好 太太過關 你們這樣一個貼左 一個貼右 很像門神耶 而且貼在我們班門口 會不會經過的人 被嚇到不敢進來啊 小花啊 妳怎麼這樣啊 很沒禮貌 對啊 小花 我看妳的 好 妳看 妳看 什麼門神 好好看喔 而且妳看 妳跟我的合起來 是一個愛心耶 真的耶 而且妳有發現嗎 我這邊是用色紙喔 這邊是用色筆 哇 妳都拼貼的耶 而且我發現 我們的色系很接近 這樣配起來 很好看耶 很好看 還好吧 哪有還好 小洪 我們去看看小福他們的 好 走 又不整齊 太太 我們去看大樹的 大樹一定會跟我們畫得差不多 對 走 大樹 讓我們來看看你的畫 對 我跟妳說 只有我們懂妳的創作 女生看不懂妳的作品 沒錯 但我覺得我的畫好像有點沒自信 很有自信 合理的啦 來 展現一下 來 好 我畫這個樣子 真的好看喔 一級棒 一級棒 超有創意的 對 我覺得你的一定可以被選為 我們班級的教室布置作品 可以嗎 可以 而且我跟台台的 我們這樣子 一個貼左邊 一個貼右邊 你的放中間 好看 美麗 超好看 小福 你是不是有學過畫畫 我真的好喜歡你的畫喔 我沒有學過畫畫啦 不過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喔 我媽媽都會把我的畫 貼滿我們家的牆壁 很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喔 對啊 很漂亮 而且小福啊 她沒有學過就畫得這麼厲害 你們看一下我的 我有去上畫畫課喔 我畫的是可愛風的 你看 而且 你們注意看喔 我跟小花的 可以合在一起喔 雲大愛心 好 好創意喔 好厲害嗎 我跟妳說 待會兒呢 我們男生就是挺男生的 不要選他們女生的 當然要選我們的 我們畫這麼好 對啊 我跟妳說 我們剛剛啊 這樣看起來 我們的作品 超適合布置教室的 怎麼貼 怎麼放都好看 就是要選男生的啊 哪有 我跟妳們說 我們放在一起呢 好有整體感喔 一個完全是美術的感覺 對 而且我們四個人的畫 都有畫到植物喔 這樣布置教室 就會生氣蓬勃 很漂亮 沒錯 四個女生的 剛好貼在後面布告欄 滿滿的最美的 超尾 選我們女生 對 他們就漂亮 教室布置當然要選我們女生 沒錯 好快 錯 你看一下我們這裡 我們女生人數比較多 當然選女生 沒錯 副班長說得對 副班長說得對 但班長在我們這邊 班長瓜瓜 說 對 就是要選班長這邊的男生 班長在這裡 所以這件事情要聽班長的好嗎 好 來一組選班長的 就是這樣 人家 你們想一下 教室 Committee 是誰負責的 是我 學一伏長負責的耶 所以是我決定 選女生 拜託她 選女生 學女生 學小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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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講啊 又好想啊 又好想啊 好了好了 先回座位 先回座位坐好 金金 我的座位 還給你啊 我才不想坐你的座位了 畫條線 不要抄線 我才不想跟你一起 妳自己過去一點 我才真的要說的 不要看我那麼近 小花小姐 金金小姐 麻煩請妳把你們的桌椅 移出去一點 不要靠近我的橘色桌子 瓜瓜 不用妳說 我也不想跟你連在一起 我現在過來囉 妳也不要超過 哇 RIDICULOUS 瓜瓜 OK 移就移 妳就不要再跟我講話了 Bye 移就移 享受 聽不懂啦 好了好了 老師剛才只是叫你們下課 欣賞一下同學的作品 怎麼就變成吵架了咧 老師 就是我剛才是玩家 就是我剛才是玩家 什麼啦 為什麼沒有 班長你說 為什麼又是班長 就是班長 請大家安靜 老師叫我說 老師 因為你剛剛上一節課 說要挑大家的作品 來佈置教室 然後下課的時候 大家就在看大家的作品 然後我們男生就覺得 男生的作品 非常的完美 就選男生的 但是女生說他們的人數比較多 只選男生的 OK 小孩你說 老師 剛剛明明就是男生說 只選男生不選女生 但是女生說 女生的人數比較多 只選女生的 可是我剛剛真的有聽到 有人說他是班長 班長說得算班長決定 本來就是啊 這件事情就是班長可以決定的 而且班長是被人家省出來的 班長是被人家省出來的 他也十分了 謝謝班長 謝謝班長 就被人家 不要 你們這樣子 雙方對立 這樣好嗎 這樣不好嗎 我們先不說好或不好 老師來舉一個例子 讓你們想想看 假設我們今天在看一場運動比賽 有分藍隊跟紅隊 假裝你們喜歡的都是藍隊好了 你們一定會覺得 藍隊的隊員他們都好棒 好優秀 好帥氣對不對 當然 相反的 你們可能就會覺得紅隊的隊員 好像 怎麼弱弱的 不喜歡 他們表現得不好 我不喜歡 我討厭他們 是不是會這樣 是 對啦 好 那現在請你們跳出來 來去回想一下老師剛才舉的例子 你們聽到老師這樣說 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老師 這樣子好像會很沒有了解事情就做了決定 你 是不是很像那個 在井裡面的青蛙 他只抬頭只看到一小片的天空 他就以為天空只有這麼一點大 所以他看到的就不夠多了 對 對 就是井底之蛙 對 沒有錯 所以如果我們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那就很容易陷入單方面的想法 這時候我們應該要跳脫出來 去觀賞 欣賞對方 了解對方的優點 這樣子是不是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了呢 老師 像我剛剛其實還沒有看到女生的作品 我只是覺得 男生就要挺男生 所以就跟女生他們超親愛的 老師 我也是 我剛剛其實只有看到 太太的作品 大樹還有呱呱的 我都沒看到 我也只是想選女生的 對啊 你們這樣子 都還沒有欣賞到對方的作品 就站在自己的角度 覺得自己的作品比較好 對方的作品一定比較差 你們這樣子是不是太不客觀了呢 老師 那所以我們剛剛這樣子 是不是就變成井底之蛙 只看到一點點的事情 都沒有看到全面性的呢 沒關係啊 瓜瓜 因為你是 你是不是投降我是青蛙 我 瓜瓜瓜瓜我也可以變鴨子啊 好 瓜瓜瓜 瓜瓜 瓜瓜 所以老師希望啊 所以老師希望啊 大家都可以學會 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 都可以多聽 多看 多了解 這樣是不是事情會變得更好呢 好啦 所以男生女生 林聚明 林聚明 小洪 回來啦 好啦 可以麻煩你們兩個回來嗎 可以 OK 好 不然我們把所有的作品 集中到中間一起欣賞 好 快看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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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的超厲害的 大叔的超漂亮的 真的是 對 是 嗚嗚嗚 想要看到 萌萌親子台 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嗎 記得按下訂閱 所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 留言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隨地 收看到我們 萌萌親子台精彩的影音哦 訂閱 小鈴鐺 留言按個讚